台湾总统蔡英文高票赢得选举之后 就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次台湾大选的结果 可能会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甚至擦肩走火 那么北京官方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处置 是否会有所调整 中国大陆民众对此又有什么看法 蔡英文胜选后 许多大陆民众感到失望 反对会台政策 认为养了一群白眼狼 互联网上在其武统的声浪 尽管台湾 蓝营 绿营 都对一国两制持拒绝态度 但是在今天国台办记者会上 发言人马晓光称 继续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 他表示愿意充分吸收 各界的意见与建议 但是没有提反思两岸的政策 也没有提香港局势 对台湾民意的影响 下面我一起来听马晓光的评论 我们的对待大政方针 是一贯的 明确的不会改变 我倒是提醒民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好好严肃思考 那么为什么近些年来 大陆民间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武统声音 这是被他们的倒行逆势逼出来的 他们应该认真思考 要把台湾和两个关系带向何方 台湾记者问 蔡英文过去四年实施一系列 发言人所说的倒行逆施的举措 也不承认九二共识 反对一国两制 为什么却赢得连任 而年轻人愿意投票给他 马晓光表示 对于台湾地区的选举 不介入也不评论 他说大陆方面会持续努力 做台湾年轻人的工作 那么蔡英文提出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是两岸良性互动的关键 记者问两岸官方 能否在和平这个关键词的基础上 展开对话 马晓光称 首先要承认我们是一家人 他说我看别的问题都好说 他绕开了两岸官方对等对话 这个敏感问题 徐伯 好的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